收到的轨道出于运输方便都分段折叠发货 去除包装之后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看是否因为运输的过程 导致轨道变形损坏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需要将轨道从折叠状态拼接成安装状态 因为折叠 运输 皮带的连接端口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 需要先拆开这个连接键 将皮带的连接端口连接安装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装这个导向杀的时候 需要注意安装的方向 避免于同一轨道或平行轨道 其他导向感相互影响的情况 连接键安装好之后 用手拉动导向感测试几次 看是否能顺畅地运行 然后在轨道的背面 然后在轨道的背面 将接波条螺丝拧松 移动到两条轨道正中的位置 拧紧螺丝固定接波条 完成并接 拼接条固定后 再测试一下轨道能否正常运行 安装码在发货前就会先固定好 但是在运输时出现脱落的话 可以在安装前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放置的位置 通过旋转可以卡紧 或者松开安装码进行调整 关于好了 这个是怎么出现的 我们下单的眼睛 两个小兴 都安装码进行调涅计 我们下单的眼睛 这里又看到它 那么我们下单的眼睛 是地方 得很大 黄 毕端 有点 这个 还 轻 但 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轨道安装完成 悬挂电机时 往下拉安全插销 插入电机 再把插销拨回固定位置 电机就悬挂好了 接通电源 检查电机运行的情况 检查电机 检查电机